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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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芹菜煮了 這樣才料 很簡單喔 對啊 你看就是好料耶 老闆子啦 我來洗菜啦 洗菜 好的 這個一定 這是每天我們做菜的第一道 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就是這個番茄是 這一顆喔 這直接把它切成絲絨這樣 這個絲絨 絲絨我們這個河香嘛 河香的這個河花 喔 所以這個是擺盤在旁邊點綴的 對 點綴還看過家的喔 好啦 這個這樣喔 來 我把它切下去喔 這樣擺盤就好了 喔 不要斷這樣喔 手這樣拋不起來 拋一下 哇 這樣就有荷葉的感覺 現在就讓你去擺 又是我來擺盤 我這個給你擺啦 對 這樣我也是要來洗手 要來洗手 來 來 來擺喔 其實我自己喔 有個感覺耶 我們以前喔 就像是自己在家做菜啊 或是到人家家去做菜啊 他們就說請你吃飯 但是你看到桌上 非常豐富的很多菜 但是就是感覺就是家常菜 不管做的再好料怎麼樣 現在不一樣 你再把它擺盤下去喔 然後精緻的料理放上去 人家動一動都是說外面叫的耶 哈哈 就是這樣 好的 我這漂亮的盤子上面擺好漂亮的荷葉 這是蘇蘿蔔 蘇蘿蔔要稍微拌一下 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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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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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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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用蒸光包裝的蒸光包裝的鮮 不用麻煩 你說要這樣 你再用蒸光包裝 再用蒸光包裝再用蒸光包裝 這就屬於那種嫩筍對不對 嫩筍 粒子筍 再來這個灰梯絲 水路絲都會下去 沒關係 魚刺鮭要加盛 魚刺後面 魚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這種焦石提煉起來 所以它會怎樣 越炒會再散去 不然也不能下太久 對 再放 我們也是一樣 讓我們金魚鹽葉倒下去 好 不要太多 再來香菇粉 再來香菇 這是黑胡椒粉 胡椒粉 這樣 現在稍微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讓它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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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味道下去 味道下去 溜溜的胡椒味 很香 剛才就說了 在國宴上面的菜 真的 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稍微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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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出來了 所以家裡 沒什麼必要 你可以釣掉出來 四位 其實都是一些小細節 對不對 對 小細節注意好就好 現在我們現在 混沌兩回家 這個 這個 這個差不多就好了 好了 後來他們還要 雞肉 所以 這個 所有市場 這個 先打底 這樣 先打底 後來再一邊 再夾 現在這樣 我把它看下去 看下去 先打地雞 對 這樣形容 我們現在要去廚 現在這樣 剩下的一些 再來 跟魚翅一起 這個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這不太太沉沸了 沸到沒有沸沸 沸到沸沸 沒沸沸 對 等一下 你把豐叔 你去那裡 所以你火要沸沸 到沸 再來 沸沸 這個沸沸 沸沸 好 現在就開始來 稍微沸沸 沸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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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闆反應這麼大 是什麼 你拿那個湯匙 鐵的湯 這樣沸沸 沸沸沸 是 那個湯匙很輕薄 但是你看那個鍋 一點傷痕都沒有 好 太厲害了 這樣魚翅 這樣精靈了嘛 嗯 好 郭哥說聲笑 說這個鍋子 可以拿起來動輕鬱 現在你看 剛才我們租椅子不下去了 好 現在看都全料了 現在地基有了 這樣把它蓋下去了 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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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兩邊 三邊 這樣就有個幅度出來 這樣變下去的湯匙 他說山毛利 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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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 我都试用这个 花神奇黄金七甘宝照顾它的健康 长根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蒙菇 东虫下草 鸣脏脂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 孔盛东虫下草菌丝体 长根生气技术提供 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 五行宝建之根本 生产的我这里没有皮膚 我红师傅为您介绍这款 有十几年的就是台湾的老百祝 鬼女神敬畏严厉 顺天年的甘丁好导游 现代人的新未来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输果之罪 可加强身体抵抗力 山竹果汁喝出健康 可除未来 我从事护理工作二十五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不喝 好喝 把华园餐厅菜色丰富 给您多果口味精致健康术食 国际术食教父 洪荣为您精致调理 宴席外汇烹调教学 欢迎来点恰询 欢迎订阅 陆经理 你今天带我去哪里 今天邀请你来呢 要来品尝我们的风味美食 哇 太好了 符合吃喝玩乐 所以等一下要来又吃又喝 那是在户外吗 对 就在前面我们看得到 风景最美的这个区块 哇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在户外用餐吗 嗯 不一定 那一般来讲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休闲的地方 嗯 那用餐的话呢 您可以选择你最舒服的位置 哦 来用餐 来 我们走吧 好 来 这边请 哇 好丰盛的餐点哦 嗯 哇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很漂亮的料理 嗯 那这个名称呢 叫做柠檬花香蜘蛮鱼 哦 蜘蛮鱼 对 因为呢 在我们这个尖石箱呢 这个有专门在养殖蜘蛮鱼 哦 因为第一个 它的环境跟水质非常适合 所以养出来的蜘蛮鱼呢 它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胶质含量呢非常高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夏天 那这个呢 是头盘 那它的口味的话呢 比较偏泰式料理 哦 比较清爽 哦 可以先开胃 感觉怎么样 有一点 酸酸的 对 嗯 而且又有 蒸菜跟花 一点 很爽口的感觉 对 比较爽口 嗯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先开胃 对 接下来就可以吃菜了 这个是 对 那这一道的话呢 叫做 银杏焦香惠虎掌 它呢 是就是 猪蹄最中间 就像我们的手掌一样 嗯哼 就是最中间的这一块肉 第一个它比较没有油脂 而且呢 肉呢 比较Q 又带筋 嗯 对 可以试试看 而且还有银杏耶 对 很棒 因为现代人比较讲究养生 那少油 少油 少盐 少糖 对 所以一般我们做的料理的话呢 就会比较注重在养生的部分 好 讲到养生 我想那一锅汤 应该就是属养生的东西咯 对 正从你 这碗汤的话呢 是鱼龙鱼药膳汤 那因为鱼龙鱼呢 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每一个地方呢 都可以食用 因为它的胶质含量非常高 尤其是它的骨头 蛤 鱼刺吗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 它的这个鱼骨来看 它的胶质呢 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对耶 我觉得它反而好像 鱼肉不是很多 但是一看就是觉得它胶质的东西比较多 对对对 这女生最喜欢的 对 没错 所以用眼睛看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的这个胶质含量非常高 咬起来不会觉得骨头硬 它有点脆有点软 嗯 而且这个胶质的那个口感啊 很清楚 嗯 嗯 我没有吃过鱼龙鱼耶 我不知道它骨头就像那种 软骨一样 对对对 像软骨一样 口感超好的 而且它有那个药膳 这汤一定要喝 嗯 可以美容养颜 嗯 嗯 讚 没有说那种很重的中药的味道 对 但是你会觉得 有点像鸡汤 但它又不是鸡耶 对啊 是鱼耶 好棒喔 这个是淡水鱼吗 对它是淡水鱼 那它这个呢发源于长江流域啊 嗯 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呢 有两个地方有产 一个是长江 一个是黑龙江 别的地方 在台湾来讲的话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宜兰 那另外一个呢 就在我们现在煎食 哇哦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鱼龙鱼 就是这边的名产 对 我们会来煎食 它主要的招牌菜就是鱼龙鱼 对 哇 那这两道是西餐耶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悠闲啦 嗯 那也为了符合这个客人不同的需求 所以呢 中餐跟西餐都有 哦 因应俱全喔 对啊 那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这个制作过程呢 还是很繁杂 哦 因为德国猪脚 嗯 就那个 在烹饪的时候 就蛮要有技巧的 对不对 不只猪脚 连这个 迷迭香烤春鸡也一样 其实所有的东西 要做的好吃的话呢 你一定要按照它的步骤来做 是的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知道 德国猪脚一定要吃到外脆 内嫩 对 嗯 然后可以吃出那个猪脚的香味 哇 我好幸福哦 来 试试看吧 好 这是春鸡 对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你要吃到它这个肉啊 要能够入味 它一定要先经过腌制 嗯 它才不会只有表面酱的味道 那本身肉里面的味道也很香 而且我还吃到那个 那叫 迷迭香 迷迭香 对 整个那嘴巴都 在里面跳舞了 真的 食物在嘴巴跳舞 觀眾朋友 你有没有感觉过 你有没有什么感受过 哇 好幸福哦 这个约会一定要来这边 当然 我觉得真的是环境美 气氛家 嗯 陆经理结婚没 我已经结婚了 不过呢 讲到这个结婚呢 有很多朋友呢 他们很想到这个地方来办婚礼 哇哦 对耶 对 这个环境真的可以办那种户外的那种婚礼哦 对 就有点像我们在看那个美国片一样 在室外办那种婚礼 哇 好美的感觉 好浪漫哦 对 诶 观众朋友 想结婚吗 可以来这边哦 嗯 又多了一样了 下次呢 陆君你还要再帮我介绍更多好的东西哦 好的 那我们下次见哦 好 阿姨 再见 舞动心灵 舞动健康 哇 我们今天越来越投入了哦 是的 我们越学越高 我们欢迎Vivi老师 Vivi老师 各位观众好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动作呢 是臀部轴心画圆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呢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好 那一样基本动作要做好 来哦 首先呢 膝盖要放松 好 把你右臀往上推 对了 好 来 两个臀 哦 两边的臀部一起往上 好 来 把它转移到左边 好 将左边的臀部 转移到右边往上推 好 来 两边臀部往上 好 左边臀部 好 来 转移到右边 好 前面 左边 好 好 好 慢慢把它连起来 好 来哦 我们再一次 好 来 右边臀部往上 好 来 来 两边臀部一起往上 好 来 左边 好 来 将左边的臀部转移到右边 好 来 两边 左边 好 转 好 顺畅转动起来 好 当你转动的时候 右边跟左边的臀部呢 要更用力多一点点 好 不然你这个臀部啊 会变形 变成是平行 好 所以右边用力 左边更用力 然后转动 好 当你转动的时候呢 往前的时候肚子要内收 好 来 往后的时候肚子鼓大 好 内收 收 吐 收 吐 好嘞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动作啦 谢谢 哦 我们的电动马达就是这样行程的 对不对王琪 真的 觉得自己有点像电动马达一样 真的 现在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还可以再转更快 哈哈哈哈 这下半步的运动呢 都有运动到了 其实啊 就是我们已经习了这么多集以来了 我们慢慢的已经投入了那种感觉了 对 而且越跳会越有那个感觉 没错 没错 继续收看我们这个单元哦 是的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林某老师的功夫厨房 欢迎林某老师 大家好 好 林某老师 来 今天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养生饮啊 说啰 哈哈 那当然是符合我的熟灵养生果子 好啦 不要这么勉强你自己啦 我是熟女 她刚刚煮熟了 熟女喝的 我们先看一下材料哪些 水梨 葡萄 植物奶 西芹 还有油肉肉 好的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是适合于熟女呢 因为啊 里面的成分啊 对是差不多40岁以上的啊 它的保养是有帮助的 哦 其实我自己本身有感觉耶 就年龄到了 大概就是某一个年龄啊 这个体质啊都会变的 像我以前不是敏感体质 我现在就变敏感体质 其实哦 对不对 我就觉得尤其是40岁以后啊 我自己本身也觉得了 40岁以后呢 若是让肚子跑出来的话 你就收不回去了 很难捡 我们年轻的时候 胖的话 靠运动啊 吃少一点就瘦下来 但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就很难捡 对啊 那个肠 那个其实不是肚子大 你知道吗 肠子变大 嗯 因为你一直撑一直撑 把肠子撑得那么大 所以 你说小肚能不大吗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要清肠胃 我们要做肠胃的那个清洁工作 对 就不会让你的肚子那么大啦 对 所以你要身材要好看 你要迷人 就是要看我们的节目就对啦 其实不要讲我们女生 男生不是常常一个啤酒肚 也对啦 你在说我们摄影组吗 不要讲人家啦 真的是 千万不要告诉大家 我好坏喔 好的 没关系 等我给导演喝两杯 就没有啤酒肚啦 对 然后我们刚刚放的是那个 水梨 然后我们现在放的是西芹 西芹 哇喔 纤维脂 对 这我没事就喜欢拿起来这样啃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放下我们的葡萄 葡萄 一定要用我们的羔羊洗过 哈 高溶羊 然后这边就放下我们的葡萄 这是什么 油肉乳 好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奶 好 我们放了两条的植物奶 好的 再加上我们的水 好 那盖子把它盖起来 哎 几秒钟以后了 你想要喝的果汁就出现在里面前了 其实这杯果汁呢 这杯果汁呢 这杯果汁我本身哈 喝过这一次 人生日差不多八次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熟灵 哈哈 你也是熟男 我是熟女 对对对 熟灵不是熟女 哈哈 怕我这样啦 好 我们也不要把它打得太细了 对对对 这个皮啊 让皮 这样吃这个葡萄皮啊 其实这皮果汁很辣 哦 好的 好 我们先给 我们镜头老大了 先给镜头了 好 然后再 王琪呢 你想要喝多还喝少 我先喝看看好不好喝 我陪你喝吧 嗯 我跟你讲说 这个我已经打了八次了 哎 口感还不来 嗯 对 我 我一直在强调啊 水梨最爱吃肉的人啊 啊 你们现在要多吃一点 那这杯果汁呢 就是也是给我们啊 喜欢肉食的人啊 偶尔 你打 一杯果汁再这样喝 里面有扇子纤维 然后又有水梨的成分可以去 让你的那个 肉 肉蛋白质才可以消除掉 嗯 对 这么好喝的东西 而且又帮助你 怎么可以不喝呢 这一直嗯 喝点都没说过 嗯嗯嗯嗯嗯 这样就对了啦 没有 我要做见证人啊 因为我正在第一房线 我见证这一杯真的很好 好 谢谢我们的谢谢 梅姆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 谢谢 熟灵养生果汁 赶快打一杯来喝 我从社护理工作25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没喝吗 喝喝 喝 我从社护理工作都在照顾病人 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 我都是用这个 超神奇黄金七干宝 照顾他的健康 常根生物科技 提供的八星奇黄金七干宝 提供的八星奇黄金七干宝 东虫下草 油脏汁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 还有没有 现代人的新未来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输果之罪 可加强身体抵抗力 山竹果汁喝出健康 喝出未来 我从事护理工作都在照顾病人 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 我都试用这个 花神奇黄金七干宝照顾他的健康 长生生物科技提供的八星毛病 冬虫夏草 乳脏汁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 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不喝 喝喝 孔盛冬虫夏草菌肢体 长根生气技术提供 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 五行导件之根本 谢谢大家 沿途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我们的健康达人来告诉我们 好不好 来欢迎我们的陈专家 你好 你好 袁台 你们好 我们今天要听专家告诉我们植物奶 什么是植物奶 对 这个名词感觉就好像很新鲜的感觉 它是植物做的吗 对 植物做的 对 它就是纯粹植物去做的 就这么简单 对 它就是做成跟牛奶的口感相类似 用来取代牛奶 所以它称之为植物奶 是 那里面还有什么成分 其实就像刚才马牛所提到的 因为动物奶来讲 早期人容易营养缺乏 所以动物奶是最好的 对 喝牛奶 对 它也是类似植物奶的一种 但是那只是单一 单一的 对 单一配方 因为说真的 为什么要选择植物奶 当然我们刚才前提就有提到 就是说 避免负担 然后第二个 最好是能够同时改善山膏 膳食纤维足够 甚至能够改善肠味道 这个都是说你选择植物奶 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些重点 只是一杯牛奶 这么大的缺点 对 好厉害 尤其台湾的肥胖儿童 很可怕 很多 将近有六成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健康概念的前提下 所以有植物奶的诞生 对 所以像你刚才提到 针对于小朋友 像很多过于肥胖 对 甚至说他甚至排便 都出现问题 对 植物奶更是最好的选择 每天早上让小朋友 喝一杯植物奶 可以改善他的肠味道 而且他是 这个 低脂肪 低脂肪 对于小朋友 这个 避免他继续肥胖下去 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植物奶有什么营养价值 其实来讲 植物奶的配方 当然就可以很多种 你可以不同的去调配 是 那当然我最建议的一个配方 是之前美大报 它有一个健康系列报导 是 它特别强调就是说燕麦 再加上五股杂粮 像黄豆 黑豆 这些五股杂粮 芝麻等等这些成分 然后再加上蔬菜精华 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 能够有效的稳定血糖 也能够稳定血压跟血脂 所以植物奶就不是单一 外面可能植物奶就植物奶 可能就只是燕麦 但是今天专家讲的就是 植物奶里面加了所谓的五股 对 五股杂粮 再加上综合的蔬菜粉 蔬菜精华 这样能喝吗 味道会不会很怪 对对 第一 味道会不会很怪 不会 其实它味道还蛮好喝的 味道蛮好喝 但是就是健康前途 它应该都是抽取里面的精华 然后再做比例配方 然后调整出来一个非常好喝的口感 对 像我阿嬷已经90岁了 她也喝了好几年了 真的 对啊 植物奶 它算素食吗 它也是素食可用 当然就是说 是不是素食全素或半素 要看你里面添加什么样的配方 如果说你添加到一些像红麴 有一些素食者 就不能够 对 所以就要看里面的配方 但是都是以植物奶为前途之家 看加了什么东西 所以说 你要看看就是你健康的考量在哪些部位 我刚才提到 第一个健康的考量 现代人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三高吗 三高 不能偏高 对 不能偏高 三高都不能高 我们要学力高 薪水高 对不对 植物比人高 但是我们的什么喜 血压 血体 血糖 绝对不能高 因为一高就会刷起来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燕麦加上五乳杂粮 再加上蔬菜精华 对于稳定三高的帮助就很大 那第二个你必须要考量的 除了刚才讲的磷胆过程 低脂之外 当然 低钠 低钾 低磷 也就是说低矿物炎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的营养补充品 其实来讲它到最后都是造成肾脏的负担 又是肾脏 又是肾脏 到最后它的肾脏受损 所以 第一个特别建议就是说 你在选择植物奶 在改善你的伤高同时 最好选择的配方 能够同时低钠 低钾 低磷 避免造成肾脏的过度负担 这个在很多这个 厂商在做这样植物奶的时候 是不是会标示在罐桩上 对 会标示嘛 因为会 会嘛 它必须要标示 没有标示的 你完全连考量都不需要考量 有标示的 你还要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专家告诉您 如果标示不清的 那个就是 来路有点不明的 不用去理它 不用去买的 那当然我们要讲就是说 现在植物奶 它不是单纯的 只有五穀杂 两根蔬菜水果 它还针对现代人的一些 营养需求 你照顾不到的营养需求 它一次把你加进来 来全方位的 每天一杯 给你营养不给负担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但我们再告诉您 节目的精彩内容 现代人的新未来 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 是各类输果之醉 可加强身体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来 把华原餐厅菜色丰富给您多果口味精致健康素食 国际素食教父洪荣为您精致调理 宴席外汇烹调教学 欢迎来店恰群 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喜欢喝 阿嬷喝喝 喝喝 孔盛冬虫下草菌姿体 藏根生气技术提供 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 五行宝建之根本 吉我强调教学 大小在酒 用大小的成分 好办法 我送你 太允材了 太允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 实在爱健康 其实我们现代人因为很讲究美食 没错 那今天透过节目来讲 马牛跟袁凯就是告诉大家 吃也可以吃出健康 吃也要吃出健康 当然我们不要说真的说 生病是要看医生 可是我们不要等生病去看医生吃药 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保健 如果说您真的像马牛跟袁凯这么忙 比如说做料理啊 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很麻烦 巧果汁啊很麻烦 麻烦没关系 节目的资讯你就一定要掌握到 今天我们介绍是植物奶 植物奶对现代人来讲 它有很多的优点 刚刚有强调了 稳定三高 稳定三高 然后还有低酱 低纳 低零 避免肾脏的过度负担 所以可见得植物奶对现代人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这个养生的 营养补充 其实很多药师甚至有跟我提到 就是说 他们都会建议消费者 可以靠植物奶来做基础的保健 基础 最基础的一个保健 甚至很多药师 他这个消费者 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疾病 他就会建议消费者 靠植物奶来做身体的保养 如果说甚至说 身体有一些病痛 都可以靠植物奶来做一个基础的改善 我记得有一年我评学 简单出来血红素不足 结果医生 因为他说血红素不足 当然要吃很多东西 但是不能光吃单方 因为吃铁会便秘 他说你多喝植物奶 因为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他也建议你喝植物奶 可是以前植物奶好贵哦 对因为第一点 它的营养成分 它是需要去特别卒凉的 萃取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吃过植物奶 我觉得口感很香 因为就刚刚讲有五穀杂粮的香味 现在不是我们吃东西什么 吃五穀饭 吃杂粮面包 都是这种健康概念 对健康概念好像都要五穀杂粮 除此之外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到底植物奶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成分配方式 对我们健康是有帮助的 或者是这些成分对于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改善 对我们要先考量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要改善哪些健康状况 是 那第三个考量最主要就是 之前有一位大学的博士有特别跟我提到 就是说人要健康 首先要改善的两个系统 肠胃道 一个是血液循环系统 他说没有好的肠胃道系统 其实你吃再多的营养品 也没办法吸收嘛 没错 你都没有办法有效吸收利用 所以说肠胃道你没有改善好 其实来讲吃再多的保健食品都没有用 尤其是人体的免疫系统 也就淋巴系统 肠胃 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肠胃道 因为你肠胃道不好 不仅仅营养没办法吸收 连你的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有一阵子感冒流行 都是先从拉肚子 那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被病人被破坏 所以吃植物奶是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做保养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选择它要有相对应的配方 像刚才提到血液循环系统也很重要 你没有好的血液循环系统 你吸收的营养成分 也无法有效的运送到身体的主要器官 尤其是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 一般来讲都是从血液循环系统开始发生问题 血液变浓 变稠 甚至血酸的形成 对 都是中老年人慢性疾病的主因 所以我们看看老人家常常喝的一些饮品来讲 就不会主动鼓励他们喝牛奶 反而会喝一些所谓的植物奶 植物奶 然后他们就说第一点肠胃健康 还有就是让因为他们的代谢会变慢 所以就比如说血液里面会栓塞心这样也可以慢慢地这样解决掉 对 尤其是说对于改善肠胃道来讲 这个博士他就有特别跟我建议就是说 益生菌很重要 整合的益生菌去做整个肠胃道的改善绝对是有必要的 所以现在植物物奶里面也会添加益生菌 也建议添加益生菌 尤其是建议添加钠豆菌 为什么 这个博士他就有特别提到说 他认为钠豆菌是改善肠胃道 他认为最好的益生菌 主要原因有三项 日本人对日本人对都吃钠豆配早餐嘛 对 因为益生菌它的生命力比较 钠豆菌的生命力比较强 它通过胃酸的比率是一般乳酸菌的1000倍以上 所以加入了钠豆菌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以这个耐胃酸耐胆碱 它又可以抑制多种的病原菌 它可以抑制常见的像大肠杆菌 沙门式杆菌 质贺氏菌 金黄色葡萄酒菌 还有一些黴菌等等 纳豆菌都有抑制的能力 最近不是因为有小朋友因为沙门感 那个病菌的感染 就是说身体容易 就是说抵抗力会变很差 所以它有加纳豆菌可以更好 纳豆菌它的抑制能力还不错 而且纳豆菌它可以在尝到 分泌多种酵素 对身体健康帮助蛮大的 所以这位博士他特别建议说 在综合益生菌的部分 添加纳豆菌去补充 那效果非常的不错 专家那你这么一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喝植物奶 不要喝单方的 对 我们应该负方的 综合营养素都能够添加 然后刚才提到的改善血液循环系统 他也建议纳豆菌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因为刚才两位有提到 日本人都在吃纳豆 所以日本人这个数百年来 被称为全世界最长寿的民族 主要的原因就是吃纳豆 里面有纳豆菌跟纳豆鸡酶 能够同时改善肠味道跟血液循环系统 我们因为知道纳豆好像有股怪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生物科技的进步就是添加到不知不觉 但是保养本已经做到 就偷偷加在里面了 而且你直接吃纳豆还有普林过高的一个问题 痛风人不能吃 对 如果说你是萃取物萃取纳豆菌跟纳豆鸡酶 他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基本上植物奶针对痛风的朋友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对 因为台湾现在有发现到有很多人都有痛风的问题 对 痛风还蛮严重的 如果不是所有植物奶都可以 你要用它的添加物 它不要添加太多的大豆的一个萃取物在里面 它痛风者吃就没有问题 那植物奶可以加上 刚才提到你添加纳豆菌 综合液酸菌 像一些乳酸菌 笔菲德士菌等等 然后再添加纳豆鸡酶 它就可以同时改善肠味道跟血液循环系统 所以南部的很多药师 他就形容这样的配方 真的是每人一渐二菌是梦拿减小菌 这样的配方一渐二菌是枸味等减同贵楼 枸味等同贵楼 可是重一点就是植物奶来讲来讲 就是专家一直说要互放 对 互放的配方 然后选择适合你自己需要的 但是要标示的很清楚 像刚刚雪露也可以照顾了 对不对 通了嘛 胃肠也可以照顾 胃肠也可以照顾 还可以添加什么配方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照顾到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容易有视力方面的问题 现在近视的也很多 老花眼的也很多 那视力保护最好的就是乳酸菌 叶黄素的部分 它可以加叶黄素 当然啊 也可以添加在植物奶里面 因为它也是植物性的配方 天啊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知道乳酸菌是单别吃的 单一吃的 我不知道可以加到植物奶里面 你如果说你要吃乳酸菌的单方 是你真的视力有问题的 我强调你的基础保养做得好 你以后就不需要吃这个单方啊 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植物奶是 爸爸妈妈 大朋友小朋友 上班族的您 所有的人都可以吃 而且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每天早上泡一杯OK了 可是要怎么选择 因为房间有太多的植物奶了 当然首先不能选择 就是标示不清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来选 对我们健康之加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可以透过这个标示来讲 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 待会再请专家告诉我们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现代人的新未来 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 是各类蔬果之罪 可加强身体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来 感谢观看 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不喝 好喝 孔盛冬虫下草菌肢体 长根生计技术提供 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 五行保健之根本 孔盛冬虫 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 如果家中有长者 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 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 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嬷喝 因为阿嬷喜欢喝 阿嬷不喝 喝喝 我从事护理工作都在照顾病人 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 我都试用这个 八神奇黄金七干宝 照顾他的健康 长根生物科技 提供的巴西蘑菇 东虫下草 如张之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 欢迎回到 实在爱健康 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 我稍微想了一件事情 好像我们也聊了一下 对 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家 都在着重养生 因为辛苦了一辈子 总觉得老的时候不要坚苦悲痛 拖累死死 这是一个概念前提 像我妈妈来讲 因为她有吃素 所以我就说植物奶很适合她 因为她也患肾喜肾 所以肾功能她有一个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靠人家捐肾给她 所以她在吃任何的饮食的时候 就特别小心 那我爸爸来讲因为年纪大了 我怕她三高啊 所以她又适合吃植物奶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强调就是说 植物奶老人家应该作为首选 绝对是 家中不要说老人家 只要有40岁以上的 植物奶都是最好保健的一个首选 因为不管你说疾病 现在远离疾病最重要就是先远离三高 对 你要改善你的身体基础健康状态 就是先改善你的肠胃道 跟你的血液循环系统 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考量 植物奶尤其是好的一个配方 绝对是现代人的一个健康首选 刚刚我们有讲到 就是说喝牛奶会有乳糖不耐症的问题 吃植物奶会有这个问题 不会不会 植物奶它就里面不含乳糖 所以乳糖不耐症者喝也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像这种植物奶 有没有不能喝的呢 唯一有的就是说你肾脏发炎的状态之下 因为植物奶植物性的蛋白 肾脏发炎者他比较不容易分解植物性蛋白 他就可以先不要喝 但是那已经是肾脏发炎 那已经是很严重了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喝 其实我们都要喝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四十 四十岁左右 四十岁的年龄 而且再加上我们人都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机能衰退 机能衰退 所以提前做保养 我们不要衰退到自己 想吃不能吃那就是人生 那一定来不及了 那时候保养就来不及了 怎么挑选 刚才提到就是说 他一定要有很明确的配方 能够去同时稳定上高 尤其是稳定血糖 我认为是现代人 预防慢性疾病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对 我突然想到 我妈妈为什么会吃到植物奶 因为当时 因为这个肾病的人 大部分都有跟糖尿病有关 血糖会偏高 医生就会建议他喝植物奶 医生就会建议病患要吃植物奶 不会造成负担 因为糖尿病其实来讲 你不容易发现 尤其国人去验血糖的比率还不够高 所以说糖尿病它引发的病发症 非常的多 太多了 其实你十大死因里面 国人十大死因里面 有很多是跟糖尿病引起 有相关联 可是它不列为糖尿病 因为它是变成说 可能是心脏病发 可能是肾脏病发 可能是其他病发 因为它都是糖尿 血糖过高所引起的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人健康 真的要特别注意血糖的控制 而好的植物奶配方 它对于控制血糖的帮助 就会很大 好的植物奶 那想请问专家 您所说好的植物奶 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做建议 怎么来看 怎么来挑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 第一个 它的首选当然是以燕麦 加五辅杂量 加苏菜精华 那你的燕麦的来源 就很重要 它的来源有好的有不好的 有可能是 当然啊 有可能是澳洲有机燕麦 它就非常的好 所以说如果有认证来源的 那相对之下品质就比较稳定 来源要清楚 而且一定要有认证 对 厂商要负责任 是 还有呢 同样的第二个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你改善肠味道也是健康的一个核心基础 所以说它的综合益生菌 最好是能够添加纳豆菌 对肠味道改善的帮助会更大 嗯嗯嗯嗯 所以老人家来讲 肠道的机能都会退化 没错 所以呢 老人家常常吃没 吃东西吃没好就一直落晒 嗯 要不然就是丧不出来 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吃植物奶 非常好的原因是 你排便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肠胃不会卡得死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不给你健康的负担 远离三高 连血糖都帮你控制了 所以专家建议就是 除了早上喝一杯 是不是睡前 什么时候喝的啊 对啊睡前喝一杯是不是也 早上喝一杯是最主要的 真的每一天都建议 其他两个时间点可以做个参考 一个是下午 如果说你有习惯喝下午茶 你可以改喝植物奶 改喝一杯植物奶下午茶 是吗 就不要喝茶啦 你就喝植物奶啊 也不会刺激 对啊 对啊 而且他因为喝了 他也有相当的一个饱足感 可以避免晚餐吃太多 有哦 这样也蛮好的 我妈妈都是这样吃 我还说妈你人生好特别哦 那早上的牛奶 怎么到了晚上 到下午还在吃 这是我的养生方法 就是早上跟下午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吃宵夜习惯的 最好就是改喝植物奶 宵夜习惯 宵夜习惯 就不要再吃一些垃圾食物了 然后就直接喝植物奶 反正喝下去以后也会饱 饱了就想睡了嘛 就想睡了 但是我们今天建议给观众朋友说 不要吃宵夜 最好 但是如果说今天年轻的朋友 您真的不得不吃宵夜 没关系植物奶喝下去 还有什么要特别给观众朋友建议的呢 当然就是说植物奶它本身里面就有燕麦 可是因为它是粉状的嘛 所以如果有时候喝你会觉得饱足感不够的话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大燕麦片进去 它饱足感可以更增加 然后它对于改善血液循环系统的帮助会更大 所以除了本身植物奶里面加的成分之外 你可以自己额外加一些 大燕麦片 大燕麦片 好健康好养生 好好吃的感觉 好好吃的感觉 我都觉得 其实从现在开始保养 将来吃老就比较平坦了 我都还来得及 我都还来得及 今天非常谢谢专家告诉我们 谢谢专家 植物奶 今天当然我们讲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但是我们针对家里面有老人 一定要喝植物奶 最健康了好不好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吃出美味 实在健康 实在爱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